这个是他们店的最招牌 就是牛肋骨骨的那一块 有奔掉充足的肉 就是这个样子 这个绝对好吃 今天突然心血来潮 和小悠租了辆车 开一个多小时来泡温泉 泡完温泉 我们两个决定来吃一顿烤肉 因为等一下小悠要开车 不能喝酒 所以她点的品这种零酒精的 不知道啥味道 我的是苹果汁 干杯 我们直接按照菜单上面的推荐标识 把菜点了一遍 首先上来的是盐味牛舌 还有配着吃的腌小菜 有萝卜泡菜和黄瓜 海鲜类就点了一个盐味的鱿鱼 我这边烤牛舌 小悠烤鱿鱼双管齐下 小悠还点了一碗辣酱牛肉汤 里面的牛肉真的超级大一块 五种类内脏拼盘也来了一份 他们家的肉看上去品质真的很不错 纹路清晰 颜色诱人 碳水狂摸小悠离不开米饭 我们来分着吃 剩下的全给小悠 蘸料方面特别简单 一个酱油 一个柠檬汁 话不多说 我们赶紧开吃吧 现在是这个沾了柠檬酱的牛舌 这个牛肉好有着劲啊 好吃 鱿鱼须 这个鱿鱼肉好紧实啊 牛舌再来加一片小泡菜 然后跟米饭一起 是这种辣酱味的 这个肉真的好厚啊 里面还有洋葱和萝卜 大块的牛蛋 这个是日语里面的哈拉咪 就是靠近恒格膜附近的一块鸡肉 这个低油 基本上都是瘦肉 这个是他们店的最招牌 就是牛肋骨酥的一块油分 比较充足的肉 这个样子 这个绝对好吃 真的好好吃 又柔软又有油分的感觉 小悠一直在挂这个黄瓜好吃 我再不吃就给他吃了 这个黄瓜里面是夹的葱丝的 真的好吃 很精彩 把这个肥肠都烤了 把这个肥肠都烤了 让这些肉肉在火焰上引导 小七烤肉里面最喜欢吃的 就是烤牛舌 蘸这个柠檬汁 就这么直接吃 牛舌和柠檬汁太适配了 来吃这个猪小肠 小肠的醋味道好脆 但是我觉得这个小肠 味道要比大肠大一点 光拍行动 今天也是吃的心满意足的一天 最后本餐消费5918 你们觉得怎么样呢 对呀 我后面就会吃了 好